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亚太商情 我是乙伟 在香港为您直播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 本周末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任100天的日子 他日前就表示 会在本周三公布他的税改计划 基建计划则会在今年夏天登场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经下令白宫驻守 加快起草税改方案 将企业税率降至15% 并将降低税率的优先级别 提升至避免增加赤字之上 但根据国会税务联合委员会的 数据显示 税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 联邦政府的收入将在十年内 下降1000亿美元 所以20个百分点的削减 将会使政府少收2万亿美元的税 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就在昨天表示 特朗普的税改计划 将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 所创造的经济增长会为税改买单 他说总统特朗普非常有决心 要让美国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 达到3%或者以上 税改将通过创造的经济增长 和从海外避税天堂回流的上万亿美元 为自己买单 能让美国政府不会因税改而增加更多的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在昨天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 在处理税改之后 特朗普政府1万亿美元规模的基建方案 可能会在今年夏天公布 他称 关于基建方案的立法筹备工作正处于正轨 而商讨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融资 他还表示 除了公共部门注资之外 方案还或将依赖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融资 而方案的资金还可能来自通过税改立法 吸引美企海外收益回流而获得的财政收入 亚太第一位是 综合报道 那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是 亚洲创富证券行政总裁潘铁山先生 潘铁山先生欢迎您 依然你好 我们来看到刚刚那个新闻短片当中说 今年夏天的时候 可能这个美国版的4万亿就要来到了 我们知道其实在之前 特朗普所推行的这个一改政策 是让他颜面扫地 这本周末呢 这个特朗普就是上任100天了 足百天了 但是他现在最新的这个民调就显示 他的支持率其实只有42% 也就是这个民调从有史以来 从1945年展开以来 这个是美国总统 历任美国总统最低的 这一项调查的这个数据了 那您觉得如果是真正推行了 比如说减税基建这些措施之后 会不会帮他挽回民众和市场 对于特朗普的信任呢 我相信目前特朗普呢 就这个事情呢 还是以那个就 就是令到那个国民的信心呢 会就是能稳住 而基于那个投资界呢 就海外投资界也好 本土投资界呢 就令到他们的那个 在美国的投资的取向呢 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积极 但是你真正的要减税 要大幅度的矿张那个基建的话呢 就不容易做到的 虽然他已经透露了 就未来呢 会有一个就是方案 减税的方案呢 是触服人意料之外的那个规模 可能这个达到的水平呢 非常大非常高 但是因为过去的财经悬崖 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严重的 就每年其实过去 都就谈论这个事情 除了去年 这个因为这弄不好的话呢 他美国本土啊 他的这个这个债务的评级啊 会给债调低的 债调低多两级的话 就是就出现危险了 因为就变成垃圾水平的话呢 就有可能世界的 就是比较稳健的投资界呢 有可能会减失他的资产 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 分开的分隔开的一个事情 一个事情来看 反而我们还是要看 他在这个矿大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过程里面 是怎么做 因为有个别的官员 在早前也说过的 联储局的官员也是说 希望能见到呢 那个美国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呢 应该是收数 而不是矿大 因为矿张的话 会带来更多的不好处 这个还是有待观察了 基建也不可能把十年的基建的一个计划 一年能够实行出来 这个也不现实 所以后面我相信 讲是一件事情 真正的做的话 也不一定是按照这个想法去做的 对 其实您也是提到了您很多的担忧 跟我想问的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这两项其实是看上去很美 其实在真正的实行过程当中 是有很多的困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降低这个企业税 本来是应该是可以增加 这个国内经济增长的水平 那你扩大了这个基建的话 也可以是来吸引投资 但是这个会不会给这个财政赤字 加上更大的压力 这也是美国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这肯定了 因为美国是一个负债国 它其实比较穷了 就是相对其他的发达国家来说的话 特别相对中国来说的话 它的负债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 是天文数字 它的赤字每年都在有个冒车 都没能解决 这个赤字一直一直管转下来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规模了 所以这事情上面 其实确实是需要 不能够太掉以轻心地去做 不能很那个就是不看细节 很粗略地去这样去进行 这种的一个就是改革 不然的话对美国做成伤害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上面 后面白宫的他们的基建层里面的管确实的人 会给他不少的建议 其实所以有人很说 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字 穷 确实他在资金方面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他的贸易方面 因为我们回想到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 就扬言说如果我当时到时候当上美国总统的话 我首先就会要撤销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退出WTO以及大幅地增加中国以及墨西哥的进口关税等等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全球最大的贸易赤字国 他现在他的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 现在是已经达到了5000亿美元 您觉得接下来美国的贸易情况会不会越来越糟糕 虽然美国本土以赖他就自由的那个消费需求 占他的国民收入比较重大 出口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出口也是一块 这个上头马车里面除了基建除了内销以外 这个出口也是其中一期还了不能缺少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 他讲的话能不能实现了就非常难的 因为你代工的事情 代工的事情你要增加关税的话 其实这会会对周边的国家 会有个更大的一个就是牵连 是不是美国就能够实行这个保护主义呢 这个非常难 因为国与国之间现在都非常发达了 就双边贸易上面不单止于美国的 其他国家像中国 欧洲 非洲 中东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是有个更紧密的关系 会不会让美国就梭离了其他国家 而出现了一个自我封闭呢 反而其他国家会多做双边贸易呢 这个也是我们要看的 所以我相信不现实 不现实 好 那我们看到 其实之前特朗普一直是在口罚中国 但是这枚子弹就一直没有打到中国的身上 但是在昨天特朗普政府是宣布 这个对加拿大的软木材势征收反倾销税 而且最高的税率是高达24% 就说明这个子弹是已经实实在在地打到了 先打到了这个加拿大的身上 但是我们再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征税的这么一个措施 是提高了这个软木材的一个进口价格的话 会不会美国方面也是得不偿失呢 其实这个抽纵税的话 对于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提升 以及于那个汇架上的波动 就绝对是会带来呢 就很多的非常不稳定性的 就价格上的风险 所以这样的处理的话 是来得太激烈了 就很多的在这个对冲上面呢 商民贸易上面会做成很大的损害 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免不了了 都是会对美国做成一定的影响的 虽然说是这个做法比较激进 但是还比较符合特朗普的本人的一些个性 所以他还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好的 我们感谢派先生这一节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